大家好,欢迎收看别之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悬疑故事 隐形守护者 影片的开头出现一句话 遗忘是一种非自主的行为 越想释怀就越难放下 出自威廉琼斯·巴克利 看着烟运棒上依然没有显示怀孕的她 脸上充满了失望 接到队长说 有一个女孩被勒死的电话 女人赶紧穿好衣服出门 原来女人是一名警察 名字叫做萨拉扎 赶到现场 被勒死的女孩全身裸体 手摆放的位置很不自然 脖子上还有粉末附着物 被剔除的阴毛并放上了一块点心 没有被强暴的痕迹 看起来像是一种仪式 女孩身上还有不同种的毛发 找到女孩的皮包 身份信息表明她只有13岁 找到了最后见到女孩的她的男朋友 男朋友表示女孩嗑药 会行为疯狂 自己也无法控制 萨拉扎对比了之前发生勒死事件的勒痕 比对看出是出自同一款绳子 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 她被下令回自己的家乡调查此事 萨拉扎和男友告别之后就出发了 但她并没有回自己的家 而是回了阿姨的家 阿姨对她有好又温柔 原来萨拉扎的母亲 给她带来了很深的童年阴影 母亲厌恶她 驱赶她 但父亲对她很好 会偷偷塞给她钱 让她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还送了她家里面包房的100钥匙 这一切被母亲发现 母亲殴打了萨拉扎 并把她埋在了面缸里 幸亏父亲及时赶到 而面粉正好给萨拉扎止住了血 要不然萨拉扎很可能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 为了保证萨拉扎的安全 父亲被医生建议将萨拉扎送去别家抚养 就这样萨拉扎来到了阿姨家 自己大姐接手了面包房 萨拉扎来到这里想寻求大姐的帮助 让她辨别那块放在女孩身上的蛋糕 大姐说做出这样顶级蛋糕的店很少 当然自己的店也是可以做出的 萨拉扎拿了这几家的面粉去化验 后来又有女孩出事 和第一个女孩相同的情况 当萨拉扎来到这个女孩家调查的时候 她发现女孩电脑里有一些自拍的裸露照片 推测这个凶手大概是会对早熟的女孩下手 线索表明 萨拉扎的二姐夫和这个第二个女孩有私情 当她想去找二姐夫了解情况的时候 却发现二姐夫差点掉死在家里 二姐夫作案的可能基本已经排除了 化验的结果表明 自己的大姐在给面粉样品的时候故意给了假的 而大姐狡辩说 自己只是不想沾上不必要的麻烦 并且对那些杀害的女孩也不屑一顾 认为她们都是不自重的女孩 所以才会被杀掉 在朋友的启示下 萨拉扎来医院看望母亲 但母亲依然对她表现得很厌恶 即使被绑在床上 看到萨拉扎时 母亲依然很激动 听医生说 萨拉扎的大姐夫总是会来看望母亲 并且在母亲发病时 只有大姐夫可以安抚她 萨拉扎很是不理解 并驱车来找大姐夫 正好大姐夫也在大姐的面包店工作 很有可能会沾上面粉 果然在找到大姐夫时 她正在侵犯一个新的女孩 萨拉扎想让女孩离开 和大姐夫撕打在一起 这时大姐出现 一枪击毙了大姐夫 连环杀人案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而萨拉扎也迎来了自己成功怀孕的好消息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